中文字幕 李宗盛 说到烟烟烟烟的祸年糕点 相信大家会有很多联想 但烟烟烟的又有爽脆口感 就一定是马蹄糕了 这里有两款糖做马蹄糕 先把糖煮成糖水 大概用7成的水 慢慢煮,不要用大火 避免水過度蒸發 煮糖的過程 我們就可以準備馬蹄的部分 馬蹄最好用水浸著 就可以防止它變黑 馬蹄我會把它切成薄片 吃下去的口感會脆很多 因為我今天做的模式是一個長型 之後就會切成一件 即使馬蹄是一片的話 最終切出來之後 都會變成一條條 不需要擔心馬蹄太大塊 最重要是切得夠薄就可以了 切好之後就不需要浸水 接下來我會混合馬蹄粉 混合馬蹄粉有少許技巧 因為馬蹄粉本身是一個粒狀 直接撞水下去 它會吸不及水 就會變成粒粒的粉 混合不均 這裏是本身份量裡面的三分之一的水 大概300克 也不要一次過倒進去 倒住一半左右 然後用手去搓它 一邊搓一邊壓 把裡面的粉粒硬碎 同時讓它吸水吸得容易 吸到差不多了 應該是不夠水的 再加 但也不要加了 少許這樣加 等水吸飽了之後 才加上剩下的水 這樣馬蹄粉就沒有那麼容易起粒了 我手都摸到 基本上乾的粉已經吸了水 好像現在這樣 已經搓勻了 然後剩下的水 就可以加進去 混合好之後 過濾一次 因為馬蹄粉也有很多雜質 可以預備 兩個模 這個模 要掃少許油 這樣蒸熟了脫模 就會容易很多 不需要太多的 薄薄一層就可以了 剛才煮這個糖水 用了兩種糖 一隻是冰糖 另一隻是片糖的紅糖粉 我先賣個關子 一會兒告訴大家 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會做一個撞漿的程序 這些無根性的粉 是很容易沉澱的 蒸的過程中 下面是一些粉 上面是水 所以就有兩層 就不好吃了 所以要做一個程序 就是撞漿 把熱的滾水撞下去 但因為馬蹄粉很容易撞過濃 太熟了 蒸出來的膏不漂亮 如果不熟的話 馬蹄就有機會要沉澱 鍋裡的糖已經溶完了 將生粉水倒入三分之一 好像平時打蜆一樣 先看看效果 煮滾了之後 它會透明 接著我把這鍋的糖水倒入這個鍋裡 利用它的余溫來燙熟 但又不會太熟 即是不會過濃 如果我不做了剛才打蜆的狀態 它的熱力是不足夠去燙熟這個漿 好像現在這樣 煮了 就對了 這樣再把馬蹄一次過倒進去 然後攪拌 讓它的馬蹄片可以平均地分布 混合了之後 就可以落模 接著就輕輕在桌面 最好墊塊布 抖一抖它 抖平一點之外 裡面會有多少空氣 抖出來 我用蒸爐100度 大概蒸20分鐘 如果在家裡用鍋的話 就隔水蒸 大火也是蒸20分鐘 差不多就可以了 剛剛說到為什麼要用兩款糖 做馬蹄糕 看到我桌面兩個糕 這個是用紅糖粉 即是片糖來做的 另外這邊是用冰糖來做的 最大的分別除了顏色之外 其實就是那個質感 片糖做出來的質感 是偏軟一點的 而冰糖做出來的口感 是偏爽一點的 但它的顏色不漂亮 所以我就把兩種糖的特色 混合在一起 即是取它的好處 顏色比較鮮艷 但它的口感比較爽脆 就是今天這個小貼士 馬蹄糕就蒸熟了 蒸熟的馬蹄糕 應該是看得到透明 這樣就知道熟了 記得一定要攤凍了之後 才好起模和切 直接吃也可以 拿來煎也可以 那今天的馬蹄糕就完成了 呃